每个人都有自己痛楚 不想是人的伤疤 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中写道 中国人是最想面子的民族 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他的弱点时 少有人受得住 送给别人一份厚重的礼物 就是给他面子当众伯仁面子 只会让对方下不来台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学会了给外人留面子 却伤害家人的自尊 一 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里 一对夫妻感情出现了危机 起因是妻子开了一家小店 忙不过来的时候 丈夫会过去帮忙 这个时候 妻子就会当着顾客的面 主罗丈夫在生活中犯下的种种错误 丈夫觉得很丢脸 妻子却固执地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 是他太玻璃心了 丈夫反驳说 那你不会回家说 非得当着顾客的面 听过一句话 不顾场合指责对方 是伤害夫妻感情的最大利器 夫妻之间留面子 别让对方难堪下不来台 是经营好婚姻生活的一大智慧 作家刘静的成名作《父母爱情》 改编自父母的真实经历 男主江德福是农村出身的半文盲 是上床睡觉连脚都不洗的大老粗 女主安杰是有钱人家的二小姐 脾气大 难伺候 喜欢小资情调 结婚以后 江德福就成了七管言 对安杰言听计从 安杰表面上刁蛮任性 可他深知江德福是个好面子的人 所以当着外人的面 他总能给足老公面子 有一次 江德福和战友老丁闲聊 老丁问他 你不怕老婆吗 好面子的江德福 当然不愿意承认 吹嘘说 我怕他 他怕我还差不多 我在家把他收拾的服服帖帖 下班准备回家的安杰刚好路过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一旁的老丁在等着看热闹 结果安杰却笑眯眯的对江德福说 你呀 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 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 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吗 还有一次 安杰的姐夫请客吃西餐 第一次吃西餐的江德福 一会嫌没筷子 一会又嫌牛肉不熟 要是换做其他女人 估计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言语上也是点到为止 婚姻就该如此 夫妻俩回到家关起门来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但是打开门 该给对方的面子和尊重一点都不能少 不分场合当众伯伴侣 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 让自己失了体面 二 一个家里 不但大人要面子 孩子的脸面更加打不得 还记得武汉十四岁男孩 被母亲掌柜跳楼事件吗 男孩因为在教室跟同学玩扑克牌 被老师叫了家长 母亲赶到学校 在走廊看到儿子 安娜不住内心的怒火 当着其他同学的面 扇了儿子两巴掌 母亲发泄完怒气 准备离开时 男孩爬上栏杆 纵身从五楼跳了下去 真正压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妈妈当着同学的面 扇下去的那两个耳光 这两个耳光 不仅扇掉了孩子的自尊心 也扇没了孩子 以后面对同学的勇气 郑渊吉说过 想要摧毁一个孩子 就当众出他的丑 当着外人的面损他 骗他 让他无底自容 父母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孩子 无疑是对孩子自尊心最大的伤害 看过一个小故事 男孩哭着控诉父亲说 学校那段路 我不想要你说我 如果你上班那段路 我说你老是喝酒喝到吐 你会认为 我不给你面子 我也是要面子的 原来爸爸每天送他上学时 经常在路上批评他 还当着同学的面前接他的短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 所以才对爸爸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大人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 孩子还不具备对羞耻心的认知能力 所以 不会有觉得没面子的时候 但实际上 孩子也跟大人一样 非常爱护自己的面子 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 是遇到给他留面子 懂得保护他自尊心的父母 不是在我的母亲一文里 写过 母亲对他的教育方式 他每次犯了错 母亲从不在外人面前 骂他一句 打他一下 而是等到夜深人静 关上房门心平气和地 跟他摆事时 讲道理 有一年初秋的傍晚 幼年的胡适身上 只穿着一件单背心在外面玩 姨母担心他受凉 找来一件小衫叫他穿上 胡适说什么也不肯 还随口说了一句轻薄的话 母亲听了气的发抖 可还是忍到深夜 才把他叫到房间 这种种责罚了一顿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孩子的尊严 是人类心灵里最敏感的角落 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就是保护孩子的潜在力量 只有懂得尊重孩子的父母 才能培养出更自信的孩子 三 一对夫妻 妻子因为学历低而自卑 丈夫偏喜欢拿这个式取消他 有一次 丈夫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说 他才初中毕业 就一个文盲 你问他什么都不懂 妻子听了怒火中烧 他也接丈夫的短 称他有段时间被公司炒了鱿鱼 找不到工作 在家吃软饭 都是靠他养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痛楚 有不堪的过往 有不想是人的伤疤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就应该保护他的自尊心 呵护他脆弱的伤口 而不是当众让他难看 头条博主的神述有一次 和妻子约了朋友来家里吃饭 俩人在备餐过程中 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意见不一吵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传来朋友们敲门的声音 妻子原本阴沉着的脸 瞬间变得灿烂起来 笑意盈盈地去开门迎接 吃饭时 陈叔会主动给妻子 加他平时喜欢吃的菜 妻子也会靠在他的肩上 有说有笑 夫妻俩一点也看不出 刚吵过架的样子 有朋友夸陈叔的妻子 嫁了一个好老公 不仅烧得一手好菜 为人还很体贴 妻子满脸幸福地开玩笑说 他就这点优点吗 难道他工作他是努力 对双方父母都很孝顺 对我和孩子也很好 这些都不算吗 陈叔接过话查说 那还是因为家里有个闲内住 如果不是你领导友方 哪里有我这个幸福的小家 好的家庭关系 不是没有分歧 而是即使争吵 也会维护对方的体面 家庭就像一个小团队 我帮你维护形象 你也要帮我维护形象 互相给对方正面子 家庭才会变得更和睦 这乎上有个提问 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是什么 高赞回答是 人前不多嘴 人后少责备 有互给面子的自觉 也有成全彼此的默契 人前管住嘴 说得体话 作得体是 新时刻向着家人 给家人留面子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面子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观看